你很容易心动吗 而且一心动就交往吗 我们来看12星座 你是爱情里的飙车手吗 狮子其实是隐形版的双鱼哦 怎么说呢 因为狮子心动感动 傻傻分不清楚 偏偏它又是世界上最容易感动的星座 那是不是就以为自己心动了呢 很好取悦哦 只要送一张15元亲手做的卡片 狮子座就可以感动得一塌糊涂 哎呦 这是因为狮子很怕被忽略 而且自我感觉经常是不良好的 所以只要被特别对待了 狮子就会觉得在你心中它与众不同 那么狮子的心 灯就会为你打开咯 所以狮子动不动就会谈恋爱 因为它们是爱情动物 但不够了解就交往 常常会很快速的进展 又很黯然的离开 我有说过一个狮子座 三个月前刚谈恋爱 三个月后你在探听 它可能已经分手了 而且狮子也常常是 被分的那一个 不过狮子的空窗期很短 因为每段恋情都接得很紧 毕竟它要赶快找下一个感动 来取代前一个感动嘛 我们无法阻挡双子 做探索一个人的好奇心 双子只要在意你 就会急着想要 多么了解你 想赶快靠近 赶快交往 好天天研究你哦 很多双子只要有交往对象 很快就会同居了 不要以为双子容易分心 容易这个也喜欢 那个也喜欢 事实上 当他们真的爱上一个人 注意力绝对超集中 眼神只会跟着那个人跑哦 因为双子爱一个人是很认真的 认真到就算发现自己爱错人了 双子做也会努力 让自己爱上那个爱错的人 所以要跟双子在一起 其实不难哦 只要他有一点好感 通常就会很快答应交往了 再来是双鱼做了 别人只是礼貌性地问好 双鱼却把他当成 你在暗示我吗 常常一个瞬间 心动的感觉就来了 而且人家说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 偏偏双鱼呢 就非常享受这种暧昧的感觉 那种想在一起 却又不能在一起的戏剧性 又特别的容易让双鱼上映 这也是双鱼为何 常被票选为 最容易成为小三星座的原因了 因为得不到 想象空间最大最美 因为在一起很困难 那种困难 才是他值得奉献跟付出的地方 要知道双鱼的脑中 每天都在上演不同的偶像剧 而且双鱼是所有星座中 最不顾世俗眼光 勇敢追爱的代表 意外吗 天秤居然上榜了 其实天秤喜欢上一个人的话 一周内就可以在一起了 因为慢热 龟毛的天秤 很难对某个人心动 喜欢一个人的几率跟 中热透差不多 所以当天秤真的喜欢了 就跟看到一组可能中奖的号码一样 马上给他签下去 马上把全部的感情都缩下去了 开始到处打电话给朋友 只为了分享对方的事情 也希望朋友能够帮自己评估 对方够不够喜欢自己啊 是不是一个好对象啊等等 不过朋友的建议 天秤也只是身体而已啦 没有放在心上啊 因为他们自己心里是有定见的 根本就不管别人的意见 这个时候只要对方主动联系一点 天秤也会制造机会 让你主动跟他告白哦 最后就是水瓶做烂 水瓶喜欢什么行啊 他自己都说不上来 因为水瓶喜欢一个人的理由 通常蛮怪也蛮抽象的 他们一直在找灵魂伴侣 希望另一半就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还要能心意相通 还要能不用磨合 就一切都很合 最好能有了 所以只要有感觉 他就会觉得那就是了 那就是了 可是通常这都是来错电 但是他也没有在管 先恋爱再说 别忘了哦 水瓶做的守护心是天王心 天王心向来是以突如其来 无法状况不安排你出牌文明 所以感情也是如此 在水瓶身上要么就是 交往很久不结婚 要么就是才认识三个月半年 就突然结婚 反正就不是一般世俗的标准流程啦 而且水瓶出了名的不设限 所以在寻找灵魂办理的过程中 老少恋啦跨性别恋啦 只要有感觉在水瓶身上都非常的合理 老师那哪一个星座式交往前会想很久 天蝎跟巨蟹 但是我个人觉得巨蟹 巨蟹还是比较观望的 而且他们为什么常常会跟初恋在一起啦 或者是儿时玩伴在一起啦 你说这是不是观望的有够久呢 因为他们交往之前有多方评估 甚至说不定会拿八字去合一合 或找生命算一算 他们认为交往要以结婚为前提 那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要好好的鉴定一下 就会跟面试官一样 先评估各种外在条件啦 虽然也跟你有点默契了 但你经济条件如何呢 不能帮我至少不能拖累我 差太多我会有没有安全感 所以是想蛮多的啦 还能保有这种想要坠入情网的感觉 我觉得是一种生命活力的展现 年轻嘛 有什么好怕错的 谈错恋爱 谁有一次谈对的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累积人生经验才重要 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建议给你们 就是恋爱过程也是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 所以你应该把重心放在发现自己上哦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